像兑现吕布这种没什么控制的英雄 咱们前期可以直接出攻速写 这样的话 等你7级再出完电刀之后 你的攻速就103了 这就是老夫子最高的攻速与指挡 这个攻速出抵抗写的话 需要老夫子到15级才能拥有 所以现在明白 为什么我老夫子大部分的局都先出攻速写了吧 像这种塔下猥琐的吕布 下路咱们就没有必要一直待了 在下一波兵线交汇前的控制 去中路支援一波 虽然不一定会有收获 但总比发呆好 来到中路发现一系已经嘎了 现在再打的话 吕布等会一到就是五大四了 那就趁对面还没盯中路线权的时候 赶紧去一行把中线补掉 这个河蟹也能拿 对面现在注意都在中线上 趁对面拐完兵线 河蟹咱们也差不多都能打完 关于最后博力灯 也是成功拿下河蟹 虽然最后回下漏了一个兵 但其实还是赚的 像对面的野怪 以及河蟹这样的中立资源 你不拿对面就要拿 你刷掉带来的就是双倍的精英差 等于我刷河蟹 其实带来了120的精英差 就算漏一个兵还是赚 由于对面先清完线 随后也是带着队友直接进野去了 我们这边人也齐 对面要打的话 根本不用耸带 毕竟四分钟前自带15的免伤在马 而且我现在还提前叠了四个能量 这不过连波开大了 咱们先稍微躲一下 吕布也挑大 现在咱没办法跟不了 一技能拉下野怪 不至于拖战掉能量 现在吕布也没大了 并且和他队友脱节 我还有四个能量 直接打 注意不要一上来就交大 不然等你敲到残血大招结束 吕布可能交个伞就走了 咱们先敲到残血的时候再绑 这样的话 他就算有伞也走不掉了 连波来追我 其实也不用怕 他们都没技能了 咱们边退边A 根本不怂他们 甚至还要把他拉到塔下 让他吃塔上 最后再白飘到两下 把可以操作的地方拉满 现在我已经七级了 电到一出 攻速已知拉满 虽然是来到了一个战斗力 有点小离谱的时间点 吕布这哥们又是塔下猥琐 那咱们也被在他身上花心思了 网中支援支援 由于河道一点视野都没有 咱们就稍微绕一下支援 到了这个草之后 由于地图上还是一点视野都没有 这个时候 咱们千万不要去连探中央的草 否则一进草 迎接我的可能就是三个大海 如果是这样的话 咱们的这波支援就跟送人头没区别了 咱们就在这继续待着 如果对面一直不露 等下线交汇了 咱们直接回去清下线 三猪刷了 趁下线还没到 可以先刷个小眼 这个时候对面的婉儿和凯都在上路漏了 那对面中线几乎就是没什么人的 趁对面此时中路空虚 咱们去把中线清了 如果清完中线对面回防不及时 咱们还能直接拆到对面中一塔 清完中线后对面已经靠过来了 对面刚刚带走我的两个队友 想必技能也交都差不多了 而我此时满状态 并且自身也算是一个小桥时期 那这波要是打的话 大概率是能打得过的 假装翘吕布 先让他点灯亮 有红怒的大神魂模样 让你们见识一下 玩一波后回到下路清线 下路本来就没人 我此时清线的话还是挺安全的 但是也不要久待 因为你一个残血一直在外面漏 对面慢慢的肯定就过来了 本来这波我是准备走的 但是奶奶的这新鲜的兵线 看着可太香了 还是没忍住贪乱这波线 然后结果吧 对面直接是派出三米大海来抓我 真给我面子 的确抓老夫子人去少了确实不行 此时也由于对面都来抓我了 中线和少将的推进都非常顺利 中塔还因此拔了 所以现在知道为什么老夫子逆缝反而好赢了吧 玩对抗路啊 特别是老夫子这样的英雄 战绩他往往都是不重要的 作用才重要 队友这波在吓到打架 虽然我自己没过去 但是这波我一个人在上路 拆掉了对面的二塔 这一波对面的魔亚阵亡了 而我现在是满状态四个能量 而且还有仓球 那这一波我就自信能打一波 我直接一面面对对面三个壮汉 刷中红弩反复看来就是一对乱枪 在感觉要被集火的时候 再开启仓球 90%免伤 扛下纯正的输出 最后我死了 这一波要不是我们一星和李白 打不了多的输出 而且对面这三个B也确实 对面这波肯定要炸 虽然说这波我死了 但这波扛了这么多技能 这就是作用 这些都会算在最后的评分里 11分钟这波 咱们在中路倾线电动量 凯这个时候上了 咱们有闪取导模样 以一己之力 卡住了对面四个人的位置 让对面的凯脱节 背后四个队友吹 玩而这波飞我 咱们在二锦头超强起开 90%免伤 闪现 消产力去 那可以说 这波团的胜利 就是由我间接导致的 我作用就是很大胆 哪怕是到最后 凯合模样 两个人嘎了 我连助攻都没有 虽然说我的战绩 也只是一个三高三 但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 这就是老夫子 对正确的玩法 可能你会觉得 我的这个战绩比较混 但其实我这把的评分 跟MVP也就差0.1 老夫子 他就是这么一个 强调作用的英雄 可能玩其他英雄 会刷钱 会发育就行 但老夫子不是 老夫子的评分系统里 对塔 伤害 乘伤 这些数据都要比 经济和战绩更重要 这可能也是 为什么很多人 玩不明白这个英雄的原因 最后这波团 我们家的敌人杰 还拿了一个武杀 你们会不会觉得 敌人杰就是MVP呢 可以猜一下